技职院校的繁星计划最近展开了推荐作业 而教育部今天更表示 明年的技职繁星将会扩大办理 招生名额比今年增加900多个 达到将近2000人 三年前国中基策没考好 登记分发时 蔡成州只能到台北市私立开南商工就读 但她努力念书 每次断考都是资讯科三个班前两名 因而被学校推荐 参加技职繁星计划 我没有机会上国立大学 但是我在这高纸三两当中 我认真努力去学习到了 然后也认真努力去读书 开南资料处理科的黄秋华 则是每次断考都是第一名 加上17张证照在手 他评估自己很有机会 透过技职繁星计划 进入国立的台湾科技大学 我觉得繁星计划只是一个机会 就是可以不用跟其他人那么辛苦 就是考统策 希望在名额方面也能够增加 尤其在对于那些弱势的学生 他们在事先能够找到学校 对他们也非常有帮助 开南商工校长林本博肯定技职繁星 但也建议名额增加 而教育部表示明年技职繁星将过大办理 招生名额从今年的1050人增加到1982人 增加近一倍 此外也取校面试 因为他是经过校内的一个临选机制送出来的 只是最后学校他其实不需要再面试了 他们觉得你送出来的学生基本上是都还很不错 都是很好的学生 不过明年技职繁星的名额大增 是因为参加私校增加到17所 招生名额就占了六成三 如何避免和大学繁星一样 放榜后私校缺额过多 已经有六所私校愿意采公立学校收费标准 而大部分学校则说愿意提供奖助学金 吸引优秀技职生 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